好,我们看一下轴承表 我们先打开这个轴承表 直径30 内径30 好,然后呢 壁厚要厚一点 不要很薄 因为我们这个是带前重型的 所以我们 它的一个 我们叫外径 外径我们要选择中等类型 好,外径中等类型 6 12 62 62.6的这种 30 62 好,接下来它的厚度是多少 16 是不是厚度 厚度是16 36 16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 装配体里面 把这个改一下 怎么改呢 先测量一下它这个是多少 这个能不能放 62 这是73 我们把这个挖穿它 好,切除 然后呢 切除完全换穿 再把这个放进去 你发现这个厚度是吗 薄了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可以把这个圆再改大一点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拉伸的东西 拉伸 然后把这个拉伸的实际大的改大一点 80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拉伸到 一面 拉伸到这一面 OK 好 把两个呢 方向互换一下 这样子呢 它就变空了 看到没有 我们只要把顺序 拖一下 来看清楚啊 只要把这个顺序 拖到这个上面 那么这样呢 它就 一个在后 那么它就会直接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呢 厚度是16 我们要双侧 双侧 所以这个加起来 至少要32 至少要32 我们要加个40 也就是说 它总宽度 我们要40 最好呢 是两侧对称 所以我们 看一下 这几次多少 对 大概的距离是19.3 把这个 拉伸的这个 重新搞一下 拉伸的 编辑特征 拉伸到那一遍之后 方向二 我们再得到多少 19.3 也就是40 减19.3 20.7 OK 这样呢 我们来 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 好的 然后大家 有没有注意到 那这个地方就被 怎么了 被 错误 卡线 然后 把它杀了 就可以了 好 把它做好之后 然后我们在两侧 进行一个切除 这里是62 哎 哦 哦 哦 是 是 是62 那中间这里就是32 哎 好了 中间是32 那我们这62 就不要急着切了 这个62 算了 算了 62 是错的 中间应该是30 这个错了 这个 这个我们先杀掉它 我们要急着搞 先把这个切除的这个 你呢 赶紧 32 32 要考虑到它两侧多了 所以 35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轴层上面 它的外侧要滑动了 所以 这里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这里切除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62 62 62的时候呢 要往里进去 减16 这边呢 也要减16 别人 好吗 这样子的就做一个 升高就车诊 换进去 然后这准方式 然后我们就保存起来 把层起来之后关在它 然后呢 在接下来我们再插入 我们想要的这个链轮 这是链条 链条和链轮要链条和链轮 要重新做一个属于 先把它散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存在于一个 存在于一个配合方便的问题 所有文件 这个方式才插入过来 再插入一个 好像实在 稍微过来之后 哇 真不好啦 这按照里面能不应该 因为它导出来是这样 我们也没办法 本来它可以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它大概的位置在哪里 现在好像不知道它大概的位置 我们只能这样子的 只能什么样子 只能这样配合 配合这个面跟这个面相切 OK 还是这个面跟这个面也要相切 OK 然后呢 然后我们看 还有什么 这样 怎么让它变续 配合 看一下这边和这边是多少 这边 啊 这边 9.53 这个是8.7 9.53 8.7 除以2 然后配合一下 9.53 9.53 减 8.7 OK 灰色 然后再3.2 0.4 1 5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只要选择它其中的一条线啊 比如说这条线 我们要跟这个 哎 这个上面应该有一个 有个记号来作为它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是正的还是不正的 这里放不了了啊 就这样放吧 要放 反正它这个弯的 刚才再这样放置就可以了啊 如果你不方便搞 因为你在加弄过那种不方便弄 你在这里 画一个阵子 我们在这里编辑一下什么东西 保存 好 我们叫链条 链条 链 完成之后 再 等一下 编辑一下 好 错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在这个编辑 画一个小小的记号 那么在出图的时候 你不用管它啊 在出图的时候呢 我们就 不用管它了 然后呢 我们在配合的时候呢 可以 一个编 对它的一个编 对它的一个编 要怎么看呢 平行啊 这样呢 它就一定是正的 这样子 好做好了这个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想到正向的方法啊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 啊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 应该是这个面吧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我们这个面 是以这个中心线来作为的面 这个中心线 这个中心线 刚好靠着这个边上 变合式 重合 可以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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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合式 OK 这样换好 之后 按下来 关掉它 关掉它之后 然后呢 在这个 这个链条 选中 再选 选 镜像 镜像的时候呢 选择这个边 来作为镜像 这样呢 在这边就放好了 我们把这个链条 画在这个样子 好 就知道 它是什么样的 一个结构 好 保存起来 保存起来之后 关掉它 然后我们再插入 链条转动的 这个部分 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来 配合一下 当然 这里没那么长啊 我们只是 画个这样的 一边长一边短 我们把它放一边 放进来 好 放在之后 这边呢 因为你考虑到这边是轴层 所以这边 这边要留一点点 好 留0.5 反方向 进去 这样呢 你这边就要索罗姆了 也就是说你这边要索罗姆 我总是说错 说错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再镜像一下 做一个参考 基准面 这个是94 对不对 插入 配合一下 插入 参考 然后再把这个 其准面 然后再点 这个边 到这个 终点 我们这个 94 除以2 反转 插入进来之后 再把这个 其准面 和这个 镜像 插入 进来之后 这样 只有在这边 做一个 滑动的 一个 一个部分 好 如果我们把 这个呢 这个 固定键 我们把 零部件 属性 显得柔性 啊 确定 把它看一下 显得柔性之后 那么你这个 往下来的时候 它也不能 等候 这个 不能作为柔性 啊 因为它是固定键 你作为柔性 你作为柔性 就不得了 不得错了 你可以把这个 气缸分开 进行装配 啊 然后呢 再把 圣哥球 轴层放进去 圣哥球轴层 我们在这里 插入一个 应该是 6206 30 62 好的 我们在这里 关键 先键 好 我们在这里 这样 点击这个 然后呢 在这里 显得 轴层 轴层 显得 深沟球轴层 难助滚轴层 右击生存零件 生存零件在这里显得 系列大号 三十六杀 其实是这个 我们显示国标呢 怎么叫NU啊 是国标 看一下 OK 把这个呢 我们把 没了 我们把这个保存一下 保存到我们的 遗产 二十六里 名字叫 不关键 好 然后我们关不关掉它的时候呢 这里找的时候就很好找 就直接就冲这个 如果说你关掉它你要文件打开 它就慢慢找 那就很麻烦 好 配合的时候呢 可以让 啊 这个边 把这个边 配合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边 这样 同样的 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 把这个周辰 然后 配合 这边 到这边 这样做好之后 我们把两个周针又倾向一下 其实没必要这样的倾向 我们把这个倾向塞掉 哎 怎么会 怎么塞掉的倾向 还会 中中中中 车销 哦 不是这样的倾向 是把这个倾向的附件打开 应该应该 应该是在 镜向的体力面 把这个倾向塞了 我们把这个塞了 我们删错了 应该是在 我们删错了 对象啊 从这个里面 配合的时候 啊 错了 啊 固定 然后这个放过来 然后这个 哇 靠不保存了 哇靠不保存了 不保存 啊 白搞 就是你把这个 再镜向过来 他也会这样子 好 那这样 这 这个东西呢 我们要重新装配一下 编辑特兰 编辑特兰 好 然后再重新再把这个链鸟再充填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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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关掉它在这边来看一下 特别又配错了 因为我们刚才造成的错误 它就先这种东西出来 重新 剩下剂 剩下剂 剩下剂剩下剂 然后把这里重新的再 剩下剂 剩下剂盒全不散掉 散掉之后就薄冻了 这个不用说 大家再知道 哎呀 然后呢 我们再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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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剂 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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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还没出来 铁针键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做升降部分的机构 感谢观看